在Wave下的Mount Mode是一个调制效果器 使用它您可以获得三方面的效果 第一,调制正幅可以获得正音效果 第二,调制频率可以获得颤音效果 第三,调制方位可以获得方位旋转的效果 Mount Mode效果器一般用在电吉他或音效上 首先我们来听一下使用Mount Mode效果器处理的电吉他效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调制效果器所带来的效果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效果器进行三方面的设置 第一个是AM正幅调制 第二个是Rotation方位调制 第三个是FM频率调制 首先我们来认识调制部分 Mount Mode效果器是使用低频震荡器来作为调制的 所以这一部分就是用来设置低频震荡器的 在Tempo位置我们可以对低频震荡器设置震荡速度 Sync位置可以设置速度同步模式 Manual是手动设置速度同步 Auto是自动的与速度软件的速度同步模式 当选择了Manual手动模式时 我们就可以使用Hz 频率和BPM每分钟的节拍数 来设置音频的节拍速度 这两个参数是关联的 您需要根据歌曲的节拍来设定一个数值 无论是选择了手动还是自动模式 您都可以透过乘Factor位置来设置倍数 例如这里设置为乘0.5 那么这时的实际速度就等于设置的速度的乘0.5 也就是一半的速度 在微放位置你也可以设置震荡波形 不同的类型都会显示图形描述 您可以一边试听一边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震荡波形 感谢观看 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震荡调制部分 在On Off位置可以开启或关闭震荡调制 Face位置可以设置震荡调制的相位关系 Am Depth位置可以设置调制深度 也可以理解为震荡调制的强度 使用推杆就可以设置调制深度 你也可以在竖直位置双击鼠标 使用键盘来精确地设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Rotation部分是用来控制深场旋转的 通过低频震荡器的调制 可以使声音方位产生左右移动的扫描效果 在On Off位置可以开启或关闭方位调制 Center位置可以设置深场中心的旋转程度 它是以圆心为轴的 最大可以做出180度的旋转 Ringe位置可以设置深场的宽度范围 也就是设置声音传播到左右两点的辐射面 设置为90度表示四分之一的圆面积 设置为360度表示填满整个圆面积 位于中间的圆形是用来显示 深场旋转的实际效果描述的 中间的圆形为发声点 绿色的区域为深场辐射范围 黄色线条表示的是声音信号 在深场中被调制的移动的情况 使用鼠标在深场显示图中上下左右点击并拖动 可以直接设置范围与辐射中心的偏移值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再来认试一下右边的频率调制部分 on-off位置可以开启或关闭频率调制 phase位置可以设置频率调制的相位 fm-depth位置可以设置调制深度 使用推杆或在上方进入数字 就可以设置频率的调制深度 最右侧的output位置可以对输出进行一些参数设置 game位置可以设置整体输出音量单位是分贝 最大可以做出正负12分贝的增益或衰减 max位置可以设置干湿比例 也就是设置原始干湿与调制效果湿之间的比例 数值为110表示仅输出效果湿 数值为010表示仅输出原始干湿也就等于不处理 下方的两个电频分别是用来显示左声道和右声道输出音量的 如果整体音量有过载现象那上方的提示就会亮红 中文字幕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J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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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是特别高 但是大家还是有必要了解一下的 好 本效果器的介绍就到这里 请您继续观看其他效果器的使用教程